大家好 我們這次的目的地是 三支潛水灣旁邊的 思蘭公園海上觀景平台 如果您是開車的話 直接將車開進潛水灣的停車場 這裡不是按時間來計算喔 這裡是按次數來計算 每一次100元 很多的車主在路口處 會停一小段時間 因為在少100塊 在停車場的旁邊一定有廁所 這個廁所還可以盥洗 既然叫潛水灣 一定很多人都來這個地方游泳 潛水或者曬太陽 口渴旁邊還有販賣機 價錢都蠻公道的 在這邊有一個小攤販 專門賣一些海邊細水的用具 當然也有賣吃的 它的旁邊有一些座位 這些座位可以用租的 1小時100塊 但是基本上我們就直接消費了 只要消費200塊 就可以直接坐在這邊了 說真的 它做出來的東西還蠻新鮮的 絕對吃不出是隔夜的食物 或者是早上先炸過的 所以蠻令我訝異的 所以我們剛剛等了一小段時間 讓它慢慢的料理 如果您有空的話 這邊有一個公告 就看一看吧 吃完點心之後 我們就沿著人形步道 往前面移動 這條步道很短 而步道的旁邊就是停車場 接下來就是要往沙灘的方向走 這個自然公園海山觀景平台 它原來是建於1991年 因為長期受到海水的侵蝕 被評鑑為危險建築 後來在2011年的時候採除 經過了10年之後 在原來的地方重新改建 終於在今年的9月2號宣布完工 我們現在是下午3點鐘 我想如果在傍晚 太陽要下山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的情侶會到這個海邊來 也不一定要走到沙灘 在這個旁邊這邊 有很多像陽台往外伸的這種地方 非常適合情侶來到這邊約會 從這邊看過去 像一個月亮的形狀 今天的風浪是不大了 這邊看過去也是一樣 一個月亮的形狀 非常適合細水 我在想所謂的潛水灣 就是水不深嘛 今天因為浪不大 所以看不出來 是深海的浪比較大 還是前海的浪比較大 那我直接講答案 深海的浪比較大 前海的浪比較小 因為長江後浪推前浪 像這個水藍色波浪的長廊 它由岸邊往外伸出57公尺 如果走到盡頭 有一個裝置藝術 就是閃亮婚戒 它是由三支當地的藝術家 胡動明親自抄刀 新北市政府環境美學過問陳俊良來知道 這個閃亮的婚戒 暗藏著 以緣為意 同心為象 指環為形 浪漫理念 這個絕對可以吸引很多的情侶來這邊拍照 就算不是情侶 也可以來這邊拍照 我們在這邊大概待了兩個鐘頭左右 不過一般來講 如果你只是來拍拍照 一個小時也夠了 因為我們還包含著吃東西嘛 結束了 我們就開車出去了 這裡開車出去 一點都不莊嚴 它只要看到有車子來 它的門就打開了 改天大家有空 可以來三支的自然公園 來看一下海上觀景平台 祝大家旅途愉快 掰掰 願望 我們會想像 我們會做生日 我們會做生日 稍申 有的 我們會 Extra 我們會做生日 我們會做生日